今天晚上浙江卫视的新剧爱人的谎言就要盛大开播了 除了前两天已经报道的贾亲张小龙青龙夫妇外 其实剧里的一干主角们同样精彩 要偷偷地告诉大家了 饰演张小龙母亲呢你知道是谁吗 其实呢就是倚天屠龙记里的大师姐丁敏君的扮演者林静 想想张小龙和她年纪其实差不多 也难怪林静要郁闷了 一个好汉三个邦 要说咱们浙江卫视即将开播的爱人的谎言 各位看点们嘛 除了贾亲张小龙的青龙夫妇颇受期待 剧中的一干反面角色 才是衬托夫妇俩的绝佳演员 还记得虎妈猫爸里饰演赵薇同事的蓝莹莹吗 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作风 可是让不少观众恨得牙痒痒 真是惨不忍睹啊 倩倩跟那些去第一小学面试的孩子一比 简直就是个白痴 而这回到了爱人的谎言里 她依旧不是个省油的灯 你是个骗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是我的 我是个好人男人坏人 演爱人 演爱人对 世界上哪有好人和坏人之类的 大家可能就是这样的角度不同 然后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 不是这个叫好人气啊 刚开始撒了一个谎 然后后面上呢 她其实很荒幻地为了预感情分的第一个谎 所以就会发现了那么多情感 而在剧中 另一个当之无愧的反面角色 必须要数饰演张小龙母亲的林静 眼前的观众可能已经看出来 这就是当年苏有鹏版《倚天屠龙记》中的丁敏君呢 师父已经过世了 说句难听的话 你的话死无对证 本派门规 眼见骑士灭祖 眼见淫邪无耻 你犯了这两条尊敬手道的大劫 周始装 你还有什么资格张丽娥没派 周姑娘 被逼得好可怜啊 其实真的是因为那个角色 所以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印象很深 见到我很多人都叫我大师姐 但是 但是 真的 我其实还演过很多很多的好人 我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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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不过让林静更崩溃的是 这回她要扮演张小龙的妈妈 一个当吃无愧的恶婆婆 诶 不对呀 咱怎么记得 这母子俩其实年纪差不多 是啊 我演她妈的朋友 儿子 咱俩 都是一场 要做 我们一起做 可以自己介绍吗 嗯 呃 其实 演人都要有个体验 就会 自己介绍 我们一次介绍面 没关系 然后呢 就从此打开了 这种成练 对 第一次介绍就是 我们就说 妈 你保养的挺好啊 然后我记得 我们 在 妻子的谎言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还相约 说下部戏 我们要演情侣 然后 那里这是骗人的是吗 对 这是最大的谎言 然后就是情侣 瞬间就变成了母子 娱乐工厂 北京 我们下宝儿 就变成了母子 我们下宝儿 再宝儿